我们往后到12周部分 我大概规划了一系列的这方面课程 从基础到进阶 再到云端整合 还有到行动的网页 这部分的话也是配合未来的行动装置 行动需求所衍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课程特色1大概会有这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环境的部署 我们第一个需要有几个Juneweaver CS6这个必要的环境 另外的话PHP加MySQL 那特别注意 因为我刚刚讲过 它是一个开放的原始码的软体 所以它有几个优点 就是第一个 它的学习门槛是最低的 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运行的效能其实远远超过预期 因为它虽然说几乎都不用花到任何的经费 可是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让你的效能变差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目前在业界用这部分的这个部分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会一系列介绍 PHP加MySQL这部分怎么样的架设 那再来后面当然进阶部分 可能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因为至少你要学会一些些的基本语法 那语法部分我不会讲太深 不过至少你需要知道的像基础的语法 流程控制 函数使用 那当然你们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你学不会了 我会把完整的source给各位 你们就 你只要Ctrl-C Ctrl-V会 修改一下会的话 我想你也写得出PHP的程式 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还有这样买Seql 怎么去做相关的设定 也就是说资料库 这个部分牵涉到资料库 那资料库其实可以升也可以钱 不过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学会像基本的Seql语法 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在资料库里面做查询 新增 这个更新跟删除 主要有四个主要的重点 就这四个 如果你这四个会的话 基本上资料库的基本操作大概也就够了 所以四大功能 那当然买Seql之外 不只是买Seql 其他任何的资料库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学会买Seql 等于也学会了像其他的资料库的应用 这部分都是相通的 那当然我们上课用书里面 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 像这个什么网络的相簿 怎么去建置 还有网络的部落格 购物车 甚至是云端整合 跟什么普利美食 这个地方会用到Google Map 也是目前最夯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地标 那你可以在上面打地标之外 也可以透过云端的资料库 去读取其他的这个地标 比如说不一定只是普利美食 像淡水我发现最近那个老街 其实它的热门程度也有 上面就是老街的那边的那个 这个商家越来越多 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什么 淡水美食地图之类的一个应用 还有呢像什么来去台北住一晚 这个好像你们上学期的Fone Gap的范例 那怎么把它跟PHP做整合 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他还有像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开始上课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 我刚刚给各位 就是这个环境 这个叫做XAMPP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算是免费的一个制服器 它实际上它已经做得非常好 那这个是四个字的缩写 实际上简单讲起来 这个X是一个什么 意思就是说跨平台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制服器最大的好处 不是只有在Windows可以执行 你在Linux上面也OK 然后A的话是Apache Apache是架什么 架那个网站制服器用的 M的话呢是什么 MySQL P的话呢是PHP PHP 所以它实际上是 等于是五个单字的一个集合 那当然这地方我们 这理论上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最近才推出来的 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 那你们只要怎么样 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你直接从那个网路上下载到我们的下载区吧 对不对 下载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到致辞 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电脑里面是用7ZIP 那你用解压缩自尺就好了 解出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个资料夹 那请各位把这个资料夹 就放在你的随身碟里面 以后呢 它可以带着走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制服器非常的棒 它等于是可吸的制服器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复制 按右键复制之后的话 再贴到你的 我想放在滴碟底下 把它贴到这边来 右键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这个环境 基本上就存在了 不过呢 现在它没办法被执行 因为你现在如果直接把它执行起来 它会有处挫 所以接下来 你要让它正常的被操作 特别注意 关键点在这里 打开它之后 特别注意 低碟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里面呢 你往下找 会找到有一个档案 你第一次执行的话 第一次执行 请记住 一定要找到 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setup 底线 底线 有没有 xamp 这个 这个是安装的 就是说 它第一次执行 一定要先做这件事 如果你第一次执行 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也不能够被正确的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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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 你又把它点两下 它会出现什么 请按任何键继续 空白键一下好了 这样就跑完了 特别注意 请记住 解压缩之后 一定要先跑一下 跑完之后 要怎么样正确执行 特别注意 跑完之后 第一个 这个 再点击下方有三个 最下面这个 这边有一个 第三个 特别注意 是 XAMPP-Ctrl 这个 打开来之后 你的环境就架好了 就这么简单 应该够简单了吧 我想 以前 架制服器 没这么简单的 因为以前 架制服器 至少要架三种东西 一个是 Apache 就是 网页的制服器 还有一个 MySQL 还有一个PHP 以前光架环境 我每次上课 我上三节课 还上不完 现在呢 不用三节课 三分钟就讲完了 所以特别注意 那 目前 你买的旧书 就是说 PHP书太旧的话 它还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 最近一两年才有的 所以你买书太旧的话 也没有这个东西 这也是最 那你网络上 Google到的结果 可能也是旧讯息 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特别注意 请照着我的方式做 保证做得出来 没问题 而且我试过 在Windows XP Windows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我都乱过了 没有问题 任何只要是Windows环境 都OK 没有问题 所以你把它乱起来 点两下 看一下 右下角 这边已经乱好几个了 我先把它关掉 因为乱起来之后 你不要一直乱太多个 不然它会重复 它乱起来就像这样 然后呢 把它点两下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要怎么执行 Apache 这个是网页伺服器 跟资料库 这边有个STOP STOP OK 所以你就直接怎么样 按两个STOP 就是这个是Apache 就是我们的网站伺服器 那如果你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这个时候 理论上就会出现 它会有个破号 表示说它已经在run了 这是OK了 就run起来了 不过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可能它会跳出说 是否允许网络存取 记得一定要点4 否则它会被防火墙给封锁掉 一定要允许存取 特别注意 因为我已经run过了 所以那个画面没有再跳出来 第二个是MySQL MySQL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资料库 那目前我把它run一下看看 START OK 那就run起来了 A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呢 你们把这两个都run起来OK的话 那基本上 你的环境呢 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呢 你已经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特别注意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XAMPP这个环境 把它run起来 特别注意 解压缩到低跌 然后找到里面的这个 特别说这个 Setup 把它点两下 再去执行这一个 执行它之后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 再去点击 这边有个什么 启动 启动 就完工了 我想应该够简单吧 反正这里 我可能还比 学office更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样子做完 你就成功的踏出了第一步 就是你的制服器架设起来 那这个我想是目前 架设制服器最最最最最简单的 我想应该没有比这个还更简单的 所以往后你要去架设云端伺服器就变得很简单 那以后你就把这个资料夹放随身碟 需要的时候抠到你那个电脑上面的什么 电脑上面的低跌 那你的制服器就启动了 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那个 架设好之后 再来要做哪些事情